我们现在来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入口 非常颠簸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简称就叫UCS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这左边是一个VA Hospital 这是退伍军人医院 右边 右边是圣地亚哥分校的医学院 前面这个水泥桥就是现在正在建的那个电动车 Trolley 穿过这个大学然后转个圈然后在一个帽里边停下来 那上面就是那个电动车轨 这边是这个运动打水球运动场 前面都是教学楼工作上班的地方研究室等等教学大楼 现在学校已经在放假放暑假了 UCSD 在这里有很多叫做学院 由六七个学院组成 叫college 每个college它的那个宗旨不一样 圣地亚哥分校的地址呢是在圣地亚哥 叫college 叫college 圣地亚哥分校的地址呢是在圣地亚哥 的地址里 佛雅区里 以它那个海滩文明世界文明 然后也是一个富人区吧很多富人 其中有很多是以以朗后裔 森迪亚哥分校校园的一个地貌一个特点 就是很多很多这种叫做Eucalyptus tree 就是报道里亚有很多这种树 叫Eucalyptus 它的地很不平坦 上下下下高高低低 所以说如果上学的这个校园里骑自行车 是挺有挑战 这前面这个建筑是他们的中心图书馆 这学校一大特点就是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亚裔面孔 这个建筑是UCSD的超级计算机中心 Super Computer Center 这个路不平 倒是上上下下了 Poor很多 这是一个租酒厂 前面大楼是新盖的学生宿舍 远处可以天空可以看见在有人在搞在跳滑翔 因为这地方离海岸线很近 我们出了校园了 这条街叫North Torrey Pine Road 这地方集中了很多生化公司 这里有很多的生化公司 那后面有很多办公里 实验室 North Torrey Pine Road 前方是一个叫Torrey Pine State Park Torrey Pine的州立公园 有很多人就车停在下面 然后就徒步上 可以看到很好的海景 几条路一纸 带我们到 到了海边 这旁边的松树是一种叫tory pine 是圣地亚哥这一带特有的 前方出现了太平洋 在左边就是tory pine state park 这边是海边 右手这边是一片湿地 涨潮的时候这边就海水就掩盖了 退潮这边就是一片湿地 远方那些房子是叫一个站叫delmar delmar 西班牙语就是海的意思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小镇叫delmar delmar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镇子 在圣地亚哥有很漂亮的海岸线 delmar这个镇子也成立的建立的比较早 也有一个几十年的历史 今天拍摄就到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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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